喔喔喔喔可以喔可以喔 哇塞 端午節快到了 我相信每一個人在端午節的時候都會吃粽子 但是你在吃粽子的時候會不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次你都要把餡給拉開 我覺得超級麻煩 有時候它的結綁得特別緊 我的手指根本就打不開 而且用的時候還會把手用得油油膩膩的 有一天我去Saven的時候 我看到御飯糰 我突然有一個點 我是不是可以把粽子弄得跟御飯糰一樣 只要透過施拉線的原理 我就可以把粽子的葉子跟粽子完全分開 我們好不容易製作完像御飯糰包裝的葉子喔 這個也是費了一番的功夫 就來試用看看我們如果把這個葉子把它包粽子 不知道效果會如何 我最喜歡吃菜脯 要加一些菜脯 我好像拿不起來了 欸 怎麼會這樣 欸 怎麼會這樣 扯了 好像沒有定型 我是不是沒有給它定很久啊 你沒有壓緊 是嗎 你再手先拿一次 因為大火鍋很黏 欸 三角旋的樣子出來喔 好 這樣御飯糰折這麼酥 這樣子 好 好不容易 終於我們把這個御飯糰給包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形狀看起來是不是很漂亮 我想確認看到這個御飯糰也會很開心吧 就要把這個御飯糰拿到電鍋裡面蒸蒸看 喔 來吧 哇 然後 我們的御飯糰已經做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御飯糰 那 我們來試試看吧 喔喔喔喔喔喔可以喔可以喔 哇塞 太厲害了 我們成功的研發出不用拆線的肉粽 御飯粽 好 接下來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 還有看到嗎 葉子已經被分一半了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啊 一隻手握著吃粽子 那不會黏手 你就可以開始吃了 我吃給大家看喔 這還蠻好吃的 然後你才可以 稍微擠一下 完全不沾手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好吃的肉粽店 叫做包仔的店 好 好 老闆娘這個我把 這個叫 像那個飯糰一樣 唉唷唉唷不錯 喔喔喔對對對 好好濕 對對對 這樣子嗎 對濕到底 這個要濕到底 再拉 唉唷可以喔 然後這樣 喔喔對對對慢慢拉 然後就直接這樣拉著吃 妳覺得這樣怎麼樣 還不錯啊 真的還不錯嗎 對還不錯啊 真的齁 這個舊的跟新的差別在哪裡 一拆就可以 就可以吃了嘛 對對對 我做幾張的這種葉子 讓你們來包包看 也不會黏手 對不對 我這個發明可以讓你們有這個 獨家販賣這個一般的 這個要問老闆了 要問老闆 我們沒辦法做決定了 好啊 阿姨謝謝你喔 謝謝謝謝 那經過這次的發明 我覺得這個發明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它不需要拆線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東西拿在手上 讓它不沾手 你是非常方便吃的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 應該是可以來申請一個專利啦 也許有廠商 會想要發明類似這種 御飯糰的肉粽的一個包裝方式